上星期 基隆市衛生局 發生一劑 發現一劑國光四架流感疫苗 變色 國光生計提出初步檢驗 結果 初判疫苗變色是膠塞 瑕疵融出的單一事件 而為了求慎重 疾管署要求同批號 庫存十點一萬劑全面回收 其他批號國光流感疫苗 要求足之檢視 沒有異常的話 才能夠配送 也希望民眾 不要因為單一事件 影響到流感疫苗打氣 上週基隆市衛生局主動通報 發現一劑國光流感疫苗變色 國光生計以儀器檢驗發現 膠塞瑕疵導致膠塞泡到流感疫苗 疫後融出膠塞內流化合物 使疫苗變色 研判與2018年 塞諾菲疫苗變色事件相似 同批號庫存十點一萬劑 已全面回收 它並不是疫苗本身變質 或者說有微生物污染的這種情況 而是因為膠塞它雖然說這個機率很低 不過它的瑕疵讓這個膠塞裡面的化學物質 釋出而造成這樣子變色的情況 國光生計指出可能因膠塞品質不良 接觸到流感疫苗疫後融出 導致疫苗變色為罕見單一事件 已將變色疫苗再送第三方公正單位 確認變色原因 機關書指出 經查同批號驗收後配送六縣市 已經使用八點二萬劑 庫存十點一萬劑 自上週六已經暫停使用 經檢視均無異常 但仍因合約規範 以冷運冷藏方式 回收至國光公司封存 下週三機關書將召開ACIP 和流感防治組聯席會議 決定本批號是否持續停用 感染科醫師指出 過去曾發生過 塞諾菲疫苗因膠塞異常導致變色 而這次國光疫苗變色 在接種前就被發現回收 問題疫苗並沒有被使用 廠商也在調查釐清 民眾不要過度擔心 在秋冬流感盛行前 還是呼籲趙其成來施打流感疫苗 記者綜合報導